大家看一下啊 这是我住的房间 再看最后一眼 我马上要走了 这是卧室 电视YouTube可以直接投屏 这是个卧 卫生间这儿有 洗衣机 看这洗衣机挺好自动的 我把我衣服全洗了 然后这儿是有 还这儿有外 这儿老得修一下 嗯 这个人还给特意准备了一块香皂 我给它留下 不要 这个是一个餐厅加客厅 这还带个烤箱 微波炉 这里头东西特别全 什么都有 看 我把我那烤肉 我这个酱也给它留下了 它就缺个烤肉酱 里头东西特别全 那餐具什么都有 还有冰箱 冰箱 冰箱 然后这个烹调 哎呀 这我都湿了 好了 我走了 我离开这儿 我准备 离开这个 阿根廷第二大城市 有点舍不得 因为我特别喜欢什么 我这个人 因为大家都知道 我在北京的家 我住在哪 我住在那个 三环边上 我们家 特别方便 你知道吧 就跟在这儿是一样的 就是门口要什么有什么 哎 不过咱们中国都那样 就都是要什么有什么 所以就是这儿具备了我 喜欢的一切的这个 条件 我觉得这个房间啊 特别适合做 Airbnb 特别适合做 它哪适合做 就是说 它就没有冗余的空间 是吧 然后 一个卧室 然后中间一个卫生间 然后外头呢 就直接一个餐厅 在家一吃饭和办公里 完事了 这Airbnb 就适合这么做 就适合这种空间 因为你多一个多要那个客厅 也没意义 对Airbnb来说 这个整个这个Airbnb 非常好 非常流量 我真想在这儿住上它一个月 楼下就卖卖什么的都有 特别方便 而且这儿气候还好 具备了我想要的一切 但是啊 这个旅程总是要往下走的 对吧 你不可能永远驻足在这儿 对吧 所以呢 再好的 哎 还是要走 所以我就在想 人生啊 无非也是这样 这再好的地儿吧 你也不能留恋 你该往前走 还得往前走 而且是头也不回的往前走 你没有留恋的这个意义 你留恋 你留恋 你停留在一个地方 不能说永远不动了吧 对吧 哎 人生也是这样 好了我马上就到这个长途企业站 就在这儿 离长途企业站还紧 特别好这个地儿 我在这个酒店住了两天 然后在这儿住了五天 但是在这儿整整待了一周 我就该去坐汽车 一到十 看这个整个这个巴士巴士大吨 特别大 这边一片那边一片 两个 两个后车大吨 早晨十一点零五的 一或十 这车还都没来呢 跑着呢 还有一个小时呢 我觉得吧 可能是来哪个走哪个 我理解他那个意思 在那儿 好 そう 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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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